牢记私依法 依法不依人 2022年7月26日 这是我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 我们无比尊敬和爱戴的 上镜下空老法师走了 我们的恩师离我们而去了 老人家是让我们自己学着走路了 因为没有人一辈子的扶着你走路 也没有人一辈子的为你打伞 你不是小孩子了 该自立了 记得7月26日早餐前 菩提心悄悄走进我的屋 轻声的说了一句 老师师父走了 我只回答他一个字 这个啊表示我知道了 他等我的下文 我没有下文 他又问了一句 老师 我们怎么办 我回答他一句话 一切照常 师父走后 六合小院 没有任何声音和行动 没有法会 没有打佛七 更没有打精进佛七 我知道有人会骂我的 这个刘岁真没良心 师父走了 他一声不吭 这话你说对一半 一声没吭 你说对了 真没良心 你说错了 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我若没有良心 处境那么艰难 我早就被师盼到了 为什么师父走了 我一声不吭 这件事 我本来不想说 可是看大家像猜民一样 猜来猜去 太浪费时间了 那我就把准确的答案 告诉大家吧 我这样做是很冒险的 又给批我的人提供了炮弹 没关系 批就批吧 骂就骂吧 这么多年 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况且师父老人家走了 我更无牵无挂了 我为什么一声不吭 第一 师父给我交了底 四个半小时长谈 和其他几次单独交谈 师父把我该干什么 说的是再清楚 再明白不过了 我听懂了 我照做 师父让我做的 我认真努力做好 不打折扣 师父没让我做的 我一样不做 师父让我救人 怎么救 要劝人念佛 要劝人念佛求往生 不要劝人求生 师父让我看好如来家业 什么是如来家业 如来家业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如来家业的家底 怎样看好如来家业 守护大经 弘扬大法 培养弘法人才 把《无量寿经》汇集本 弘扬到全世界 造福全人类 师父让我做好样子 十三年前 我第一次去香港见师父 师父就对我说 给大家做个好样子 什么好样子 做人的好样子 做修行人的好样子 做念佛 成佛的好样子 师父的教诲 我牢记心头 时时不敢忘怀 并注意在生活中落实 十三年来 我不敢懈怠 但仍有很多 不尽人意的地方 我会继续努力的 师父让我今生成就 第一次见师父 师父问我 网上极乐世界 有把握吗 我回答得特别干脆 有把握 师父笑了 我想 师父该不是笑我吹牛吧 我听师父的话 老老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 老老实实念佛 老老实实求生净土 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亲近阿弥陀佛 老老实实为众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二 我有心理准备 师父要走了 我是提前一年 我是提前一年知道消息的 具体知道的时间 是2021年7月3日 我当时把那几句话记下来了 没跟任何人说 也没给任何人看 也没给任何人看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这是天际 不可泄露 大约距离师父走 还有两个月的时候 我把这事跟菩提心说了 我把这事跟菩提心说了 记下来的话也给他看了 为什么 他要给我作证 我这个不是现编现写的 2022年7月10日 我给师父写了一封信 莫名其妙地向师父报告 我不像以前那么笨了 好像有了一点小智慧 还告诉师父 我找到自家珍宝了 我会好好守护的 不会弄丢的 半个月后的7月26日 师父走了 是不是巧合 我不知道 你看 人家劈我神童 我这又神童了一把 愿劈就劈吧 反正我实话是说 信不信有你 师父走了 听好几个人这样说 师父走了 无依无靠的 对于这种说法 我是这样想的 人嘛 都是有感情的 学佛人也不例外 这是人之常情 无可厚非 我和大家一样 师父走了以后 我有一种落寞的感觉 我有一难 可问谁 师父在时 有事去拜见师父 或通过电话 写封短信 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怎么办 尽管我想念师父 但我并不迷茫 我从想念中 跳出来 我知道 我知道 师父缩坡远近 西方极乐世界 尝尽光土 归位了 我知道 师父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无来 无去 就像湖水里的月亮一样 阴天看不见月亮 不是月亮走了 晴天 月亮就现出来了 并不是月亮又来了 不是有来有去 是有隐有限 我知道 师父九十六年 娑婆世界 表法圆满 他又去 他方世界 就众生了 诸佛菩萨 不管怎样是现 他们的使命 只有一个 那就是度众生 而且是 无量节来 不疲不厌 祈愿一切 皆成佛 我知道 师父肉身不在了 可是老人家的法在呀 老人家九十六年 只做一件事情 讲经 教学 他把释迦牟尼佛的 无上大法 继承下来 又传给了我们 他是无上大法的承传者 老人家功德无量 同学们 老人家把无上大法 传给了我们 作为后来人的我们 应该怎么办 承传大法呀 怎样承传 依法不依人 承传大法不走样 师父老人家 回眸一笑 给我们点个大赞 第四 不要迷信大 不要轻视小 不要迷信大 我这里所说的大 是指那些大师 大德 大神 大仙 先说说大师 别看社会这么乱 可能是乱中取胜吧 这些年 破土尔出了一大批大师 过去被人称呼个老师 就已经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了 可现在不行了 不够级别了 被人称为老师 太小而科了 都升级为大师了 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 那些声名显赫的气功大师们 他们今在何处 大多已经做虎了吧 看看今天的大师们 比起当年的大师们 大概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我们不反对出大师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 是一个圣贤辈出的族群 圣人 贤人 可比大师高啊 现在的问题是 真大师少 假大师多 假大师 害国 害民 害众生 不要迷信大师 睁开你的慧眼吧 把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 看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要悟上了假大师的贼船 再说说大德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 近些年 佛们圣产大德 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 这种感觉又是从何时开始的 我仔细回应 我仔细回应 这种感觉 是从我被称为大德开始的 我想 就我这样一个笨拙的 傻气十足的东北退休老太太 竟然也成了大德 那不满山遍野都是大德了吗 如果佛门 真的有这么多大德 还愁佛法不兴旺吗 可是现实是 佛法 日渐衰微 面对这样的现实 那些佛门大德们 你们的心可安 不要迷信大德 公认的大德 不要迷信 自诩的大德 更不应该迷信 就算它是大德 你尊重它就可以了 没必要迷信它 它是人 你也是人 你信它干什么 不要忘了信字 至于大神 大仙 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 他们也是未来佛 我们要理尽 但佛门高请大仙 跳大神 看相 算卦 是与佛法不相应的 我个人认为 佛门搞这个 是一种倒退和悲哀 真正的念佛人 不搞这个 不要轻是小 这里说的小 有两个含义 一是平民百姓 普通人 二是指老实念佛的 念佛人 我是一介平民 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太太 至于曾经在政府工作了几年 那已经是历史了 无需再提 我是一个小人物 住在一个小山沟 大山环抱 鸟语花香 没有污染 全绿色 凡事来过的人 都很喜欢这个清静祥和的小地方 有人说 这里是世外桃源 有人说 这里是人间净土 有一个来小院 住了七天的研究生 他是学当史的 临离开小院时 他说这里是当年的延安 一群小人物 建了一个小院 从小室做起 直奔大目标 小中健大 大中含小 非小非大 圆容无外 庙哉 这个小院不一般 他是阿弥陀佛奸引战 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选佛场 2019年 2020年 2022年 我们送三位老菩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他们是念佛称佛的 六合小院 是净土持名念佛 专修道场 名部续传 不要青石小 虚弥纳戒子 戒子纳虚弥 这可是佛经上说的 你认可吗 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毕竟